- 當然要問一下老邱修復專家小坦 你對於像Rick這樣的車款 他現在鑽成這個樣子 你的建議呢 還是覺得說用殺肉件 其實你可以幫他修復到 他真的可以用 然後也跟原本沒有鑽之前差不多呢 對 其實他鑽的主要都是板件的部分 那板件的部分其實像我前一陣子 我一個朋友他收了一台寶石捷997 他撞側面 從葉子板車門A柱到後輪弧插整面 他插到橋墩 回原廠問70幾萬 結果後來他轉轉問了很多間 後來在我朋友那邊修 20萬做到好 怎麼做 葉子板換外匯殺肉件 車門也換外匯殺肉件總承 然後順便他連帶連整部車 因為他想要有些插傷 就一起拆拆拆 所以前一陣子只花20萬 其實很多其實特殊車款 他有一些特殊的門路 是專門在進這些所謂的 國外的殺肉的板件部分 那其實瑞克這部車其實在市場上 其實還算流通了蠻大的 我們曾經上一次出一次殺肉場的外景 裡面就有一台瑞克這個車 欸 瑞克可以咻咻咻看 現在還在嗎 應該還在喔 可能外銷了 所以瑞克真的很愛他這一台Go 對 其實因為外觀的板件 像車門的總承這些東西 其實可以用的東西還蠻多的 因為你板件板出來其實線條都會不一樣 有可能是車門關的時候會高低邊 或者是車門縫隙大小不一樣 因為板件會有一點延伸或收縮 所以外觀的件其實我覺得都可以用 殺肉件去做替換 比如說後照鏡 其實單價其實現在蠻多也是蠻高的 有一些什麼盜車監視器的眼睛啊 然後儲物啊 一支後照鏡頭單價都有可能要動 而且進口車本來就比較貴 對 其實很多雙B的車種也是 自己私下維修我們也都是找一些就是 殺肉件 對對對 所以我們如果說看到這個地方 當然大家也想了解一下 以他瑞克他這一代的這個Golf來說 它是1.6的引擎嘛 那我要問一下正傑 如果我們把這個維修的費用 拿來再買一台 是不是已經可以再買一台Golf 如果以二手價來說的話 是不是從中古車市場也可以找得到 關於很厲害 真的 那個時候我一聽到這個事故 我第一件想法就是 因為那時候我還不知道這個維修金額大概多少 不過剛剛瑞克有好好的介紹了這個金額以後 我真的覺得說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中心的建議瑞克 也許找一台差不多年份 然後車況好的同樣的車子 就是五代Golf的1.6來做替換 為什麼呢 很簡單 第一個 你去買一台這樣子的二手車 當然你要確保他的車況 他是沒有撞過的 他沒有接過 因為現在他的殘價也許不高 但是不表示當年他殘價高的時候 他不是接過的車子 或者是有什麼問題的車子 那確定這台二手車車況好的時候 變成 因為剛剛艾大跟小坦其實都有講到 Golf五代如果大概2005年 你算一算 已經14年了 這個車子 對啊 蠻久的喔 所以這個車子 車場的時候可能也只有五、六萬、六、七萬 但是當然賣價會高 賣價可能會到十出頭換 但是十出頭換這個數字其實 就是最尷尬的地方 剛好跟瑞克他修起來的價錢幾乎是一樣 可是他去外場修也虧到二十萬 剛剛艾大不是分析嗎 就大概在這個 那所以我那時候第一句話我記得 我有問瑞克說 你對他感情有多深 這台車對你有沒有什麼不可替代的意義 例如說我第一個孩子在那邊生出來的 還是我的老婆是那邊在這台車上 一起的 之類這樣子的 這種感情的東西 那就不是用價錢可以量化的 但是如果說你把它純粹的 就是很理智的去辦慣的話 你會知道說 因為剛剛瑞克也有講到 他的車其實他的前軸的部分 就下半部的部分 因為有撞到 所以有很多變形 甚至他說車門開啟 都有一點可能卡卡這樣子 對 表示他的車架本身一定是變形的 這樣在拉的時候 剛剛蕭坦也有說到 拉當然不是說一定拉不正 但是就會有那個疑慮在 而且拉正的以後他的剛性 也跟原本的新車完全沒撞過 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分享一個我之前的經驗好了 我在好久以前 大概十年前 我之前那台SUV900敞篷 也曾經有撞過 但是沒有到這麼嚴重 那是一個被闖紅燈的小貨車 直接從前面插過去 所以把我的前保桿 加前燈 加SATA 大概就這樣拉掉一截 但是我的軸 前輪軸 是大致沒有問題的 對 那那個時候我也是陷入了 像現在在討論的這個狀況 因為原廠報價大約在20多 然後外廠報價用殺漏件的話 大概在6萬塊左右 這個相對之下 比較小一點的範圍 然後但是那個車子的殘價 那時候大概在十幾萬吧 所以這個時候也是變成 要稍微糾結一下 是的 只是剛剛有講到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一台車像這樣 中等的撞擊的時候 或者輕度撞擊的時候 萬一爆氣囊的時候 其實深圳最昂貴的東西 很多人想不到 是氣囊的本身 包括氣囊電腦 包括氣囊本身的價格 還有安全帶緊速裝置的摘藥包 甚至剛剛Rick講到 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拉吉棒 就是儀表台 這個東西其實 在鏡頭都在講很昂貴 那個時候看到的時候 隨便就是五八萬 十萬起跳的 因為它爆了以後 它的氣囊會衝破它的儀表殼 所以造成它的破損 它就變成一定要更換 要不然很醜陋 所以這些東西 我會建議說 萬一真的不幸發生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如果真的爆氣囊的話 也許就往 再找下一台車的方向 或者車台有歪掉 就找下一台車的方向 對 如果沒爆氣囊 車台大致也沒歪掉 就可以好好來認真考慮 是不是要把它修復到原來的狀況 而且像Rick這樣來講 如果他再買一台 一模一樣的車子的時候 他現在原車上很多的好料 因為他也是顧車的人 他也是懂車的人 他一定會知道 有一些像是一些sensor 或者一些電裝品 也許他的壓縮機剛壞 因為Golf五代 其實在某些電裝品 是比較容易壞的 這些東西都拆下來 放在家裡做備料 以後他買的下一台車 萬一有什麼狀況的話 他把它換上去 其實成本相對也節省不少 聽起來這樣好像還蠻有道理的 可是我先問一下艾達 以Rick他現在的狀況 算是重大事故對不對 他已經被評論是重大事故 那大家其實都是愛車人 就像剛才那個鄭傑分析的 如果這台車真的跟你 非常的有感情了 有很多美好的回憶在裡面的話 這時候你會陷入一個狀況就是 我不想要報廢他 那如果說趙澤的責任 又不是在你的時候呢 這時候我們要老車求償 可能會有一些美感存在 對不對艾達 其實應該說這台車 很明顯的就 他的命運就是報廢一圖 對這樣聽起來好像是 因為呢我們剛剛提到一個重點 我覺得無論是感情也好 經濟也好 金錢的付出也好 都是從Rick口袋裡掏出來 對不對 不管他當時買這台車買多少錢 他現在如果他想要換新車 他想要換一台二手車的狀況之下 在沒有撞到的狀況之下 他這台車想要賣掉 他也不想要賣給什麼親戚朋友 免得這個車到時候壞掉又找他 對 之類的 他就賣給這個中古車商好了 貨銀兩季大家不相干聯 以後車子壞掉 我也不需要負擔保固責任 賣給中古車商剩下多少錢 不知道 他是完全不用秀的狀況 賣給中古車商 就沒有撞車的狀況之下 五萬塊六萬塊左右 五到六萬塊左右 好 今天這台車撞壞了 中古車商會收嗎 應該不會吧 撞壞了然後 那不管嘛 他賣給中古車商之後 他要不要買新車 我這台車撞壞了 我要不要買新車 要 這台車現在直接報費 領政府補助 五萬塊錢 我去買新車 這台車的財余價值值多少 五萬塊錢 即便在他撞爛的狀況之下 他還值五萬塊錢 跟他沒有撞到的時候 值六萬塊錢 基本上沒有太多的差別 也就是說 如果以購買新車的角度來說 Rick在這一次的交通事故裡面 幾乎沒有任何的金錢損失 他沒有任何的金錢負擔的損失 反而學到了一個經驗跟教訓 為什麼 Rick剛好提到一個很大點 他跟這個計程車司機兩個人 最後決定個人修個人的 是 其實我再看 以Rick的這個 右前方的這個撞擊點 跟小黃左前方的撞擊點來說 他們兩個人的這個撞擊力道 其實應該是蠻大的 可能真的因為颱風下雨天看不到 不管車速快或是慢都不重要 應該是撞擊力道其實是蠻大 我想雙方都沒有看到彼此 那剛好這兩台車都沒有保險 所以只能用各自回家 修理的方式去處理 如果有保險這個案子的處理方式 又會不太一樣 但是以這樣的一個 殘餘價值的車子來說 無論他在外廠修或在原廠修 保險公司都是一個直接 理賠以報費的狀況來去理賠的狀態 保險公司這樣 大概只賠他兩萬塊錢 認為那個殘餘價值不到這個車價 那但是 其實現在我們很多老車的收藏家 或是有一些 顧得非常好的車輛 其實他的年限其實有了 如果以保險殘餘價值來看 他的價格是非常低的 那發生意外事故的時候 保險也理賠就叫他報費 那對於我們而言 那心裡是很不能接受的 尤其是以這樣一台車 他雖然是比較嚴重的一個事故 所以說真的修好你也覺得 心裡怪怪的 可是有一些老車 大概只有輕輕的碰撞一下 板金烤漆兩片這樣子 保險公司叫你報費 這是一個非常不合理 因為他殘餘價值真的很低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 應該怎麼樣去做 我們怎麼應該去自保 就是車主要跟保險公司局出 你要幫我恢復原狀 我車子原來是怎麼樣 你撞到我沒關係 你就幫我恢復我原來的樣子就可以了 你就幫我恢復我原來的樣子就可以了 我也沒有要求你全部給我換新的零件 因為保險公司也會跟車廠配合 因為我之前經營車廠 我跟13家保險公司都有簽所謂的 維修的一個合約 保險公司說這個案子 理賠沒有辦法超過多少錢 20萬 但是車主堅持要修 那你20萬有沒有辦法把這台車修好 我就會跟他說 OK 沒問題 這叫做包修 20萬以內 我修到好 我賺了 我修25萬 我就賠了 對於車廠跟保險公司來說 他的邏輯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包修呢 保險公司不會管你用的是 正廠新品 副廠新品 還是殺肉件 等等不同的零件 所以我只要幫你恢復原狀 在法律上面來說 是合情合理的 也就是說我可以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去要求 那當然啊 保險理賠也有分為項目 其實我剛剛破解這個 Rick這個案子就是講了 有零件跟工資的部分對不對 如果上了法院打官司呢 工資的部分 法官是完全不會跟你折損的 工資多少錢 法院就會判賠多少錢 但是零件的部分 我們就要考量到折就 大概是六三折 就第一年一百塊錢的東西 新車的時候一百塊的東西 你的車零是零到十二個月的時候 法官會打幾折 大概六三折 就只剩下六十三塊 第二年再六三折 剩下三十幾塊 所以十四年 基本上零件六十八萬 上了法院只會賠你兩塊錢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就連結了一塊錢 也會不會給你